军網球近年成為熱門的新興運動 當中結合了個人技術、團隊合作和戰術部署 军網球的規則融合了籃球和足球的元素 它當中的有趣而困難之處 在於以球棍代替手去攻擊和防守 令它成為一個非常獨特的運動 军網球這項運動起源於北美原住民 到了16、17世紀 再由全教士引入至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各地區廣 军網球歷史悠久 其實早在1904和1908年的奧運中 已經成為了正式比賽項目 而军網球將會在2028年 洛杉磯奧運重返奧運賽場 在2000年以前 军網球在香港僅屬於遊樂性質的運動 到了2002年 中國香港棍網球總會首次派對 參加世界男子棍網球錦標賽 逐漸令棍網球成為正規運動 現在總會不時舉辦各類型的賽事 當中包括 國際超級棍網球六人賽香港站 香港棍網球公開賽 以及本地的超級聯賽和冠軍聯賽 另外 總會亦會舉辦不少訓練班 成人、青少年以至12歲以下的小朋友 都可以報名參加 標準棍網球場地十人際的尺寸 是100米乘60米 與足球場大小相同 一般會在草地或人造草地進行 六人際棍網球比賽場地 就是70乘36米 龍門高1.83米、闊1.83米 坐落在一個直徑長3米的圓圈中 可以視為守門員的禁區區域 對方的任何球員都禁止進入區域內 棍網球比賽有多種模式 包括六人際、十人際以及室內棍網球 而中國香港棍網球代表隊 均有參與這三種形式的國際比賽 十人際每支球隊最多可以有22名球員 分別由10名正選和12名後備球員組成 室內棍網球如同冰相曲棍球 在鋪設草地的冰球場上進行 每支球隊最多可以有20名球員 分別由6名正選和14名後備球員組成 而最新的六人際可以說是 十人際和室內棍網球的混合版本 而且將會是2028年 洛杉磯奧運的比賽模式 六人際棍網球比賽 又稱為大棍的籃球比賽 球隊由一名龍門和五名助攻助手的 自由人組成 每隊最多可以派出12名球員參加 比賽設有30秒的進攻時限限制 令比賽節奏較十人際賽事更加緊湊 無論是哪種模式 棍網球的比賽中都沒有換人的限制 男子棍網球棍分三種 長棍、短棍、守門員棍 分別由後衛、中長或前鋒及守門員配偶 然而女子棍網球棍就只有短棍和守門員棍的分別 另外男女子球棍的構造亦都稍有不同 女子的球棍網比較淺 而男子球棍網比較深 裝備方面 男子需要配戴護甲、護肘、頭盔、手套等裝備 女子就只需要配備一個牙膠、一個護目鏡 男女裝備不同 造成男女的比賽規則及形式大有不同 男子棍網球必須穿上全副裝備 所以比賽時容許球員有較大的身體碰撞 球員可以以身體和雙手推撞對方 亦可以以球棍擊打對方以爭奪球拳 相反 女子的裝備比較少 比賽容許的身體接觸亦相對較少 球員不能以身體或雙手推撞 以球棍防守的動作亦有不少規限 例如不能擊打持棍雙手之間的位置 又或者擊打時不能過於接近對方的頭部等等 另外犯規之後的處理方法亦略有不同 男子的輕離犯規會以交出球權 乃至判罰出場30秒處理 嚴重犯規就會被判罰出場1分鐘至3分鐘不等 女子的話 在禁區內的犯規會造成罰球機會 更加嚴重的犯規還會被罰王牌離場2分鐘 下集我們會說明和示範一些棍網球的基礎姿勢和動作 我們也會分享一下我們軍網球的故事 下集見